好的 有請Roger老師 因為接下來這一位 我本身是非常羨慕她的身材 你會覺得其實這個像馬來西亞的朋友 或是新加坡或是菲律賓 印尼 她們的女生都是有曲線的 對 就是比較葫蘆型的身形 對 就是有胸有腰 因為盈盈個頭不高 她雖然身材有曲線 可是問題是 穿不好就會變得很成熟 所以我覺得她一路以來在節目裡面 穿衣服就沒有一個 給人家留下一個非常深刻的印象 其實她可以穿得很年輕 對 因為她才23歲 對 她可以穿得很年輕 可是每一次在鏡頭上面看起來 大家都覺得她好像有點成熟 再加上她的唱歌的技巧 聲音各方面 就整個就老掉了 所以你這次的造型 會把她再拉回十幾年齡 我就是希望她年輕 就只有這一個最大的鼓勵 OK 我們看陣營能不能回到23歲 3 2 1 全新的陣營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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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我問頭髮的長度跟顏色也有關係 對 其實像這種剪頭髮的方法 在日本到現在還是很多女生 會用這樣子剪髮 這種剪叫做 有一點類似像羽毛 我們在台灣講羽毛剪的那種剪 雅瓶剪 雅瓶剪 對 但是她可以用一個很時髦的修飾 像這樣子陣營的臉型 就會變得比較漂亮 陣營啊 今天回到23歲 選唱什麼歌 選唱一首熊天秤的歌曲 《雪後鳥》 《雪後鳥》是嗎 對 好好唱喔 好不好 年輕的陣營 掌聲歡迎她 謝謝 我不想南飛 淚一滴一滴的墜 我空虛的聲音 你讓我包圍 我有我的一切 你給的最美 我又回頭去飛 去追 讓往事一滴一滴 對我濃淚 我不是你完全 我不要我膽肥 沒有你逃到那裡 哪些東西都是撕毀 我要回頭去追 我要回頭去追 去追 讓往事一滴一滴 對我濃淚 天的微弱沙 冷的愛快枯萎 讓漫天風雪覆蓋 我的心酸 選擇性的用 有的時候某一些句子 它是不需要用到滿的技巧 有的時候你用太滿 它反而就過了 所以你現在要去選擇的 反而是要真的打開你的耳朵去聽 這個句子它應該用什麼樣子的方式去唱 好 馬上先來看鄭盈盈的分數 請評審按燈 鄭盈盈的演唱 《雪後鳥》能不能過關呢 她得到的分數是16 17 沒什麼過關 鄭盈盈 二十分沒有到的話 你就必須在失敗區 這是你第二次對不對 第二次 對 沒有想到 你看小白耶 鄭盈盈 這兩咖一定是你知道過關鐵票的啊 沒關係 慢慢來跟小白作伴一下 好 謝謝鄭盈盈 謝謝 謝謝老師 連續第二週坐入失敗區 分數更僅僅得到17分 與白潮路無同分 盈盈會在今天爆汗出局嗎 接下來這位應該算好做啦 不好做 蛤 不好做 他不是帥帥的嗎 可是我覺得像這樣子的男生 我講一個實在話 在現在的社會裡面太多了 太多了 那我覺得演藝圈是需要有更強烈個人特色 跟個性的人 那所以其實在做下面這位選手的時候 我覺得挑戰度反而比較高 Roger如何讓他更好一點 3秒鐘 3 2 1 歡迎全新的